今天为大家带来不思议录像之表里 主角小孙是一个副导 这个工作吧 说出去挺风光的 但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保姆 既要伺候导演 还要伺候演员 从小孙的语气里 可以听出他的不满 而且导演癖好还挺多 演员世系必须在酒店里 而且还特严控 喜欢帅哥美女 一说到这儿 肯定很多人想歪了吧 小孙就说了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他认识的很多剧组 都是在酒店面试的 这一次这个戏 导演还是选在了酒店 刚开始呢 有很多人来试戏 一般没被他们看上的 他们都会让演员回家等通知 但有些人就是胡搅蛮缠 明明不合适 还非要勉强 所以有时候剧组 也会遇到难缠的人 比如后面来的这位大姐 这位大姐吧 台词不咋地 形象也不咋地 导演也不伤她面子 让她回去等消息 结果大姐自己作 抱着导演的大腿 非要拿到这个角色 最后在小孙的拉扯之下 才把她赶出房间 晚上下戏之后 小孙和导演正准备吃饭 突然他发现 楼下站着一个女人 正在看着他们这个房间 小孙急忙喊来导演 导演一看 惊了 他表示 上部戏见过这个人 于是让小孙下楼去看看 还嘱咐小孙 小心被讹 让他把过程录下来 小孙扛着录像机就下楼 但是 到了楼下 却又没有人 转了一圈 没找到人的小孙 只好上楼 然而 就在上楼的过程中 这画面过于惊悚了吧 小孙吓得赶紧回到房间 却发现导演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起初 他以为导演睡着了 可是桌上的晚饭都还没有吃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小孙凑近继续喊导演 可还是失败了 这时 他发现浴室里站着一个女人 吓得小孙直接跑路了 但在下楼的时候 由于惊慌过度 他摔在了地上 这个故事也戛然而止 看起来就是导演 被胡搅蛮缠的 世系演员给报复了 可是 别忘了这个故事的名字 叫做表里 真相真的这么简单吗 首先说了 导演喜欢在酒店面试 还喜欢帅哥美女 小孙还表示 剧组这样试戏很正常 其实这句话 是在暗示 演艺圈前规则很普遍 而且导演一看到 楼下的那个女人 就立马认出 她是上一部戏 来试戏的演员 一般情况下 导演会记得 来试戏的小演员吗 不是这个演员 有什么特色 那就是和这个演员之间 发生过什么事情 而导演下意识认定 这个人是来闹事的 所以肯定是上一部戏 导演占了人家的便宜 结果最后 没有给人拍戏的机会 所以才会看到 女人的时候 做出这样的反应 再看小孙 在浴室里看到的 那个女人 她穿的裙子 正是之前 来试戏的大姐 所以楼下的女人 应该是大姐的女儿 大姐是为了替女儿报仇 才来试戏的 可是 有一点奇怪的是 大姐一个弱女子 是怎么搞定 人高马大的导演的呢 这里 我们合理怀疑一下小孙 首先 小孙吐槽过 自己在剧组 不被重用 说明了 她对导演 其实就是不满的 而且奇怪的是 她为什么 在吃饭的时候 还要拿着摄像机 并且拍摄视角 是对着楼下的 很明显 她是故意拍摄楼下 并让导演知道 有一个女人 在盯着她 包括之后 上楼的时候 也是一样 正常人 谁上楼的时候 会突然转换视角 看向楼下呢 合理推测 小孙和凶手 是一伙的 她在楼下 转悠了一圈之后 才上楼 其实就是在 为凶手犯罪 拖延时间 在看到 浴室里的大姐之后 反应也不是报警 而是逃跑 最后还上演了 一个摔倒昏迷 就是在为她自己 寻找不在场证明 所以说一切 都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